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深陷政治现金的假账风暴 而民众党呢 今天呢 即将再度召开中评会 包含了关键人物黄珊珊 以及端木正 还有李文宗等人 今天下午呢 中评会就会开会 来决定如何来做出陈储 而今天呢 民众党今天上午呢 也临时新增了陈会 党主席柯文哲呢 今天早上一大早也是出门 来到党部来开会 不过现在呢 周刊再度爆料了 监察院其实早在四月的时候 就发现了这个 柯文哲大选的政治现金的收支呢 是有两千万的出入 因此呢是赶快通知了 包含像是柯文哲 以及黄珊珊等人 而对此柯文哲也有最新回应 马上带您一块来关心 监察院在四月的时候 早就通知你们说 这个收支有两千万的这个差额 您四月就资行这个政治现金 不知道 现在说就是其实有退件 就监察院有退件 但是你们都知道 那之后侨账不成 所以才演练到今天的结局 这个我续节我不知道 监察院我不知道 主席传出这个 夫人佩奇有看上了1.2亿的房子 所以就在立法院附近 你是要进行什么 那个是 他有想过要买房子的啊 东根看西看看 不过现在 台北市的房子哦 天哪 这个只能看看而已 买房子是为了党还是为了家 没有啦 他有在想 这私人的事情就不用讲了嘛 奇怪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这种事要变新闻 其实现在有这个 他很爆料说 这政治现金都要募口经销 想要卖一些商品也没办法 都要透过募口这样的事情 什么政治 不是啦 这个 这个 如果要 你们要记者会 我们就正式台时间 你们要问什么 就问什么 半路拦截 我想问一下 今天这个中平会要开会 要再度开会 是黄先生会去吗 不过 外界认为说 您要立法黄先生 似乎是引发这个党内的困难 不会啦 这个我们一个 其实 还是要尊重中平会 一个独立运作的功能 可以看到柯文哲从头到尾 都表示 他对于监察院 寺院的控制 是完全不知情的 而今天上午的黄先生 也同样来到了党部 来开会 针对相关事件 他都只说了 谢谢 没有做出最新回应 不过针对 传出今天下午 中平会开会 柯文哲能要来 力保黄先生 是造成的党内部分人士不满 但是对此 柯文哲是表示 相信中平会 会做出公正的处理